菩萨念佛三密经约 譬如众生 若依须弥金色之壁 其身即与彼山同色 所以然者善事列苦 我们先说这是比喻 这个比喻也不难懂 如果我们说一个更容易体会的比喻 跟这个意思相接近 当太阳下山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红红的太阳 阳光不刺眼了 你能够用眼睛对着它看 如果你是穿着白的衣服 你的衣服都染上红色 你的身体也染上红光 这个比喻就更容易体会到 什么缘故呢 日落的势力过 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 尽竹者吃 尽磨者黑 你借尽 哪个境界 你会受这个境界的 感染 感染 凡夫啊 只有菩萨才不受感染 凡夫是决定受感染 那么 学习的环境就非常重要了 所以从前 修行人 把道场 建立在山上 人极 寒至之处 他清静 没人去 自己也不下山 保护自己的清静 不被外面环境所污染 现在难了 太难太难了 为什么 山上建的道场 你像在中国 像武泰山 俄美山 这些名山 现在蓝车可以进去 你看多方便 游客就很多很多了 寺庙里头有电视 全世界几乎 这些频道都能受得到 道人不出山的 他天天知道天下死 他的心会 会不受感染吗 就不可能了 这些东西 说真话 这是某道 不是圣仙之道 我曾经有魔王 拨寻了 找给我 我问他找我干什么 我没得罪你 他说我没有跟他商量 就轻入他的道场 我说没这个事情 什么时候轻入你道场 原来我们有一个电视 电视不是我做的 陈彩雄区是他做的 不是我做的 可是这个电视 里面内容确实是播放我讲经的 这些节目 于是我这次恍然大悟 电视是魔王的道场 网络是魔王的道场 无线电这些电台 都是魔王的道场 我的确是没有给他打过交道 我们今天也用了网络 也用了卫星电视 所以他来找我 我说好吧 请你护法 我在我们这里 都供养了一个牌位 魔王拨寻的牌位 请你来听经 请你来护法 请你发一点慈悲心 不要让这个世界毁灭 让这个世界众生 也感激你的慈悲 每一天烧香 念佛回香给你供养 这不是大家都好吗 有什么过不去的呢 其实母 她没有别的 明利行很重 明利行很重 公告我慢 基督也行也很重 我们今天把所有的功德都回香给他 我们替你做事实 我们替你打工 所有的利益 通通归 所以佛在世 他护法 佛灭度之后 他破佛 破佛法 我们今天要学释迦牟尼佛 邀请他来护法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人心本善 佛在大臣经上说得好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母本来也是佛 只是烦恼太重了 变成魔了 他如果要知道烦恼信空 他就能恢复本性 这是我们自己修行 也应当帮助他们的